大家好,欢迎来到好股团 我是团长 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全球股市都在创历史新高 在过去的11月份 全球股市都涨疯掉了 是史上最佳的11月份 我们看欧洲的一些股指 都创了10%的上涨 日本指数也涨了15% 美股道琼斯纳斯达克标准普尔 都是超过10%的上涨 那么A股指数也涨了5% 所以一片惺惺向龙 与此同时 很多地方的国家的股市 已经突破了历史新高 不光光是在11月份大涨 都创了历史新高 首先我们看美股 道琼斯指数突破3万点 这是创了10年来的新高 很多人畅空美股 但依然无法改变它 不断的履创新高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隔壁的日本股市 也创了历史新高 都说日本失去了20年 对吧 但是呢 在最近呢 我们看日本指数呢 也创了这么多年来的历史新高 再看韩国股市 也一样 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就连印度股市啊 也是突破了4万5千点 创了历史新高 我们知道印度的疫情 还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呢 这也不妨碍 印度的股市呢 一样的 非常强悍 那就连我们 这个海峡对岸的台湾股市 也是突破了14000点 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全球股市呢 都在往新高跑 究其原因呢 无非就是钱印多了 如果你知道疫情以来 美联储这个地球总央行 印了多少钱 你就不会对全球股市 纷纷新高 感到奇怪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表格 这个2020年呢 美联储印的钞票 差不多是过去100年 美联储印钞总和的11% 大家可以看到 2020年几乎呢 就是 五分之一啊 占了历史总量 过去100年的五分之一 印了这么多的钱 所以你说资产的价格 能不涨吗 因为呢 资产价格的本质呢 它就是一种货币现象 但钱印多了 资产价格自然就会少 这个美联储 这个全球央行 印了这么多钞票 那么大家都怕手里的钱贬值 那么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之下 都拿了钱 跑去抢购风险资产 放弃避险资产 这也是为什么黄金呢 从疫情期间高位跌了近20%的原因 因为疫情呢 最恐慌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 疫苗呢 在年底很快就会出来 我们看很多地区国家已经开始注射 疫苗了 所以 这个疫情这个预期呢 可能很快会过去 那么疫情过去呢 经济就会复苏 那么经济复苏呢 再叠加 印了这么多钞票 这就是全球股市呢 纷纷奔着新高续的原因 那么 讲完外围股市 看看我们的A股 这个之前视频里有提到过 我们A股六大指数呢 除了这个三大指数呢 弱一点以外 其实上证50 糊塵300 中证100 他们呢 都已经 创出了15年来的最高点 也就是他们其实是创了新高的 创了上一轮牛市以来的新高 那我们都知道 这些股票呢 都是优质股 对吧 上证50 糊塵300 这也就是450个股票 所以这些有代表性的公司呢 创了新高 这个也是符合呢 全球市场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光看到 外国的股指涨 那你要看看 这股指背后什么样的公司在涨 美国股市涨了那么多 涨了那么厉害 无非是苹果 对吧 特斯拉 这些优秀的公司在涨 那些默默无闻的公司 可能他们也没有懂 那么 我们A股呢 其实也一样 一样 核心资产也是跟随美股 那么就拿我们 大家关注最多的 上证指数来说 上证指数在上周呢 也是创了近两年来的新高 也就是3465点 应该是3458点 是过去两年那个高点 那么在上周呢 是创了新高的 所以过去两年呢 A股市牛市 是没有问题的 就连最弱的上证指数 它都创了新高 你说这不是牛市吗 只不过这个牛市呢 来的比较慢 对吧 不经意见 对吧 经过持续的震荡 对吧 震荡了好几个月 创了新高 然后呢 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呢 都抱怨 说今年做股票 居然赔惨了 其实呢 他们哪一年都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们买了一堆 自己都不了解的股票 买的时候觉得不是很高 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呢 都认为茅台啊 腾讯啊 对吧 格力美地 这些股票太高了 这就是论知差异 这个差异决定了 我们在市场上的成余办 好多散户呢 都是放着公认的好公司不买 老是在垃圾堆里找事的 因为垃圾堆里的股票呢 时不时呢 来一波大涨 对吧 一些短期的炒作 当你看到它已经涨了 你再去 它已经结束了 因为那是周期性的 对吧 大涨 炸跌 涨完了肯定跌 但优秀的公司 涨了是跌不下去的 对啊 你见过茅台 对吧 跌得很惨吗 跌了多少吗 可能有 中途有机会 但是很快又回去了 但垃圾股 跌了可能也就结束了 所以在全球性的这个资产 抢购潮中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大多数人是这样子 对于错过了一个涨停 或者一个牛股都会痛心疾首的拍大腿 但是对于自己 持之以恒的错过整个时代 却恍然不决 甚至还心安理得 过去两年A股就是牛市 你去看19年干20年 整个指数的上涨都是非常大的 在过去A股历史30年上呢 也是比较好的行情了 如果说你都没有赚到钱 或者你都指数都跑不赢 那可想而知 你又在未来怎么可能赚到钱呢 那么不可否认的是呢 未来10年肯定是A股 能诞生大行情的时代 因为印了这么多钱 对吧 能去哪里呢 所以拿住优秀的公司 而不是在一两天波动中呢 对吧 去懊悔 去痛心疾首 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就是在你不断的这个 犹豫懊悔之中 指数呢 不断的创了新高 回头一看呢 还不如买指数呢 对吧 只有指数都没有跑赢 反而呢 看着越来越高的股指 不敢下手 所以呢 牛市呢 是在路上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呢 很多人呢 是很难把握的 因为投资的难度越来越大 股票越来越多 大量的股票 跑不进指数 甚至会在指数大涨的时候 连绵不觉得下跌 所以 这是对我们的一些 告诫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